经过三个月比拼历经六场公演 徐良 品冠 许绍阳等八位选手被淘汰 毕竟斩棘第三季终于要迎来总决赛了 24位选手顶峰相见 最后争夺决赛业成团席位 最新一期的半决赛舞台比拼结果 和24位选手的个人喜爱成都排名 已经被网友透露出来了 王月新以237票获得人气第一实至名归 在半决赛比拼中 王月新和队友合作的 《动物世界》舞台秀真的太精彩了 观众也没想到 有一天会被王月新的舞台演技征服 情绪转换自然 流畅也很有感染力 同时这首歌也获得了 整场舞台比拼最高火力值 898火力值 除此之外 0713男团陈楚生和张远 也在这场进演中取得不错的成绩 陈楚生以205票排名第三 张远以194票排在陈楚生后一位 比较可惜的是 第四位0713男团中余浩明的人气并不理想 以70票排在倒数第四名 余浩明的实力是有的 但是在一档大型人多的节目中 离开0713又没有组成新的团体 又没有让观众产生新的话题 网友们的关注度和网上的热度自然会降低 毕竟独目难成林 而其他成员情况整体变化不大 高人气依旧在高位 人气稍低点的选手排名仍然在下圈位徘徊 一场公演除了会产生观众个人喜爱度排名外 竞演结果已会产生火力值之差 这场竞演 胡彦斌部落以1779火力值排在四个部落之首 接着是陈楚生部落获得1770火力值 王耀庆部落和林志颖部落火力值相同 1749并列第三 这场竞演是本季的最后一次公演 也被称为半决赛 在这场比拼中将产生五个成团席位 说明本场比拼对想成团的选手来说非常重要 同时也可以让部落降低一点决赛职业的压力 从最终结果可以看出 胡彦斌部落获得两个成团席位 其他三个部落均只获得一个成团席位 成团席位数决定每个部落有多少选手能成团 而部落能成团的选手则跟观众个人喜爱度有关 因此选手人气越高成团几率也就越大 从半决赛的个人喜爱度来看 胡彦斌部落能获得这两个成团席位的是胡彦斌和陆毅 分别排在第二名和第五名 其他四位选手排在第十名和十名开外 对他们完全没有威胁 林志颖部落的一个成团席位由林志颖获得 其他成团人气比林志颖稍微差点 而陈楚生部落和王耀庆部落都获得了一个成团席位 但按此次个人喜爱度来算 他们均不在成团席位名单中 陈楚生在半决赛人气排在第三 而队友王岳新排在第一 王耀庆人气在第七名 同组张远排在第四 虽然这是按半决赛的人气排名算的 不一定正确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胡彦斌部落中胡彦斌和陆毅 已经完全确定在成团席位中了 比如说 秦队友天的